大早6点钟 婆婆就在厨房给我们准备早餐了 日本人早餐都得吃米饭 所以婆婆就会提前起来准备 我还担心婆婆会不会累 可是婆婆说 她这么多年早起 累计出一套省事的妙招了 婆婆今天准备的还是每天的老三样 味噌糖 辣豆 烤三文鱼 包三文鱼用的保鲜膜拿掉之后 婆婆说的那太可惜了 放在一边留着有大用 婆婆做的味噌糖是一绝 豆腐是盒装的 直接划几刀就能下锅了 裙带菜也是脱水的 吃之前直接下锅里就行 煮开之后关火 婆婆拿味噌酱 放勺子里 在汤里化开 这锅味噌糖就算做好了 哦对了啊 还有小妙招 就是婆婆提前冷冻好的葱花 汤煮好之后撒在里边 香味直接就出来了 很多食材婆婆都会切好冷冻 她说这样做法 就会节省很多时间了 做完饭之后 你看她把包三文鱼 用完的保鲜膜团了团了 在上面冲点水 挤上洗衣经 直接把保鲜膜当成板结布 把水槽刷了一遍 你别说啊 拿保鲜膜擦出来的水槽 可真干净啊 主要就是一个顺手的事 学会了学会了啊 婆婆煮的味噌糖也太好喝了 吃顿饭还能学好几个 想不想找 看来婆婆家以后 我得多来几套了